通过体能测试的形式为巴黎奥运会备战打下基础 按照四次有效测试的平均时间来计算 这是游泳队张雨飞在测试中 体能方面还是会以保守训练为主一点 因为临近奥运会了 不会说去有一些创新的训练 这样会容易引起受伤 所以我还是会保持以往的训练 进行上肢和下肢的力量 就是稳步提高吧 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国家队 东迅体能大比武上 奥运冠军张雨飞 勇夺女子组全能第一名 展现了出色的体能 这也是张雨飞能成为 世界级游泳运动员的重要原因 张雨飞还拿到了外行跑单向第二名 他一共收获了1.3万元奖金 成为女选手中的头号赢家 此次的体能大比武 云集了10支国家队 共计150位运动员参加 比试的项目包括纵跳 歪行跑30秒功率自行车 2000米长跑 大腿中部拉测试等等 张雨飞最擅长的项目是引体下拉 但是体能大比武没有这个项目 张雨飞作为奥运冠军 依然展现了超强的体能底蕴 每个项目比试成绩 基本上都在女子组前十 其中歪行跑他夺得了女子第二名 仅落后于举重运动员罗诗方 张雨飞在比赛中非常拼 平时看到张雨飞总是一脸笑容 她是一位爱笑的姑娘 但是每个项目比试她都在发狠 其中大腿中部拉测试 我们看到张雨飞在咬牙发力 脖子上的一条条筋都凸显出来 网友打去感觉张雨飞头发丝都在发力了 张雨飞还参加了3000米跑比拼 不愧是游泳女运动员当中的老模 最终张雨飞拿到了全能总分第一的佳绩 其实没有想到能夺得个人全能冠军 我单向的每一个成绩都排在8、9、10名左右 努力是不会辜负每个人的 机会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能拿到全能冠军也证明了我有这个实力 下次我也会继续努力 张雨飞这样表示 领奖台上的张雨飞笑得合不拢嘴 Y星跑项目张雨飞拿到了二等奖3000元奖金 他开心的笑起来 全能奖项张雨飞拿到第一名 奖金1万元 他又开心笑了 可以说张雨飞今年拿奖拿得手软 连体能大比武都拿奖了 这一年张雨飞比了91场比赛 一共获得34金6银5桶 其中国际比赛他拿到了23金4银2桶 张雨飞在亚运会闪耀 获得了亚运会女子MVP奖项 这次的体能大比武获得全能第一名 相当于给张雨飞的2023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他接下来在2024年目标毫无疑问是 要在巴黎奥运会冲击金牌 而且是冲击多块金牌 中国跳水人才辈出 尤其在女子10米台跳水项目 全红禅 陈雨昕 张家琪三人 足以统治跳水10年以上 而中国跳水又有超级新星崛起 出生于2009年的赵倩涵 是中国跳水的又一位新星 他12岁参加全运会 14岁在今年的学金会 夺得了女子10米台跳水冠军 赵倩涵的水平还无法和全红禅 陈雨昕以及张家琪相比 但是他有着极好的身体条件 身材瘦小但是弹跳和力量极好 在学金会夺冠之后 一些专家认为他是下一个全红禅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认为 从技术特点来看 赵倩涵更像陈雨昕 赵倩涵在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陈雨昕是他的偶像 无论赵倩涵未来成为下一个全红禅 还是成为下一个陈雨昕 这两位可都是跳水历史上罕见的天才 都有跳水总分破450分的能力 而跳水历史上只有他们两人在总分上突破过450分 其中全红禅达到466.20分的世界纪录 赵倩涵比全红禅还小两岁 他在2021年的全约会出道 那一年的赵倩涵还是那么稚嫩 长得神似影后周冬雨从而出名 赵倩涵的出道没有像全红禅第一次参加全国跳水比赛那么耀眼 毕竟他年龄太小了 技术特点还不成熟 此外天赋也差了一些 14岁的赵倩涵还有着很大的潜力 但是他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他处在了全红禅和陈雨昕同一个时代 这两人可都是跳水大魔王 而赵倩涵想要代表中国参加女子十米台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世界大赛 需要突破全红禅和陈雨昕当中的一个 对于其他任何选手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对于其他任何选手来说都是很难做的事